很多人說他們喜歡去台南玩 因為其實台南的歷史很悠久 這裡還有很多古蹟跟特色美食 其中在這邊有一條叫做蝸牛巷 它是已故作家葉石濤的故居 現在成了文青造訪的新景點 而且如果走累了 附近還有在地知名的炸雞店 可以嘗嘗鮮 或是還有純天然的手工暗喻 享受悠閒時光 起過瞬間金黃色的炸雞 光澤油亮趁熱吃是最好吃的時刻 外酥內多汁的秘訣 是雞肉先用八角等十幾種香料 一天一夜的時間醃製入味 這幫雞肉馬殺雞60次 直到均勻裹上酥炸粉 大概耗費了大概有快一年的時間 去做這個前面研究的特色 就是一定都是 我們自己自製的醃料下去醃的 然後再搭配我們自己手工研發 自己製作的起司醬 酥脆外皮一巴就開散發淡淡的辛香料味 炸雞單吃若嫌太單調 可以拿來沾上店家自製的蒜香起司醬 微甜的奶油又帶有濃厚蒜味 或是韓式辣醬裡頭放了柚子番茄 可以讓炸雞增添清新果香 吃飽喝足吃雞 不妨漫步在台南街頭體驗古城風情 台南有很多充滿歷史感的文青街區 像是這條蝸牛巷 我們可以來這邊數一數 到底有多少隻的小小蝸牛 蝸牛巷這邊有超過三十幾種的蝸牛造景 我們可以從牆壁上或是門上看到蝸牛的蹤跡 有像小時候的巷子一樣 就是回味 剛剛看到兩隻而已 還不錯 很新鮮感 沿路的樓房有高有低 可以看到舊樓或是翻新後的老屋 處處可見歷史的痕跡 原來這裡是已故作家葉石濤的故居 蝸牛巷就取名字他的文章 走累了還能來杯飲料休息一下 晶瑩透明的愛玉和手工翻炒的蔗糖 一塊放入杯中 簡單用荊棘或是當季水果 鳳梨調味 酸酸甜甜的滋味 清涼解膩 我們這是純手工手洗的愛玉 我主要就是要推廣這種純天然的飲品 那愛玉都是每天 然後當天手洗的那個愛玉 包含你們看到的檸檬 荊棘也都是現起的那個檸檬汁跟荊棘汁 台南歷史文化悠久 不妨趁著假日體驗以下慢活步調 東森財經新聞 劉子騰零浩與台南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